哈嘍 說到下禮拜嗎 當然就是洛克人的新合作要推出了 那關於洛克人有哪些相關的活動 首先在下禮拜一1月4號有一個額外的活動 登門造訪週年送 會依照玩家們的遊戲累積天數 每364天就會送一抽 簡單來說我玩了快三年 他就會送三抽 最多如果你是創帳號登入滿2555天的話 一共可以獲得8次免費抽卡的機會 那這邊也順便提及另一個 在同一個時間有一個7族狂歡的歐美斯送卡 那下禮拜一是第一輪種族是機械族 就是以上這7張會再隨機送一隻 抽到會直接為歐美斯的狀態 再來回到洛克人的部分 在維修過後就會開放洛克人的卡匣 然後這次比較特殊的是 10抽的這8隻都獲得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限定角色領航員RICO 除此之外你這8隻10抽角再練到滿等滿技 還會再獲得一隻救急裝甲艾克斯 而且是直接雙滿 然後這邊要稍微提醒這次艾克斯可以異空轉身嘛 那如果你獲得的話就先不要異空轉身 等到練到雙滿 然後你獲得救急裝甲艾克斯之後 再考慮要不要異轉會比較好 同時這一次洛克人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武裝龍客衣冠 那除了用禮包購買之外 10抽系列的角色完成昇華後 也可以獲得一個衣冠的選擇券 然後這次的卡匣一樣是有聲音藥服的系統 但這個就不多做介紹了 同時在維修過後也會有全新的賓果任務 那將初級的賓果任務都完成的話 也可以獲得一個專屬的武裝龍客衣冠文 如果賓果全部都完成的話 還可以獲得雙滿的RICO一隻 再來要介紹配合新的系列 也有一些相關的儲值活動 第一個儲值送好禮 單筆儲值6顆以上的魔法石 就可以額外獲得陸客人10抽系列隨即一張 那再來有很多的禮包要介紹 第一個是武裝龍客的禮包 它的話每斤大概是5塊錢 每個招販是可以購買5次 那裡面會有一罐武裝龍客一套 就是不同類型的個宜力 然後以及一個龍客寶箱10個 這簡單來說就是武裝龍客的禮包 然後還有煉技小怪的禮包 一樣是美金5塊錢 裡面會有小矮兵24隻 那補充一下24隻就可以直接煉好一隻滿技的 以及還會有體力要水一個 再來第三個配合洛克人的異孔轉身 是需要新的素材集之魂寵 那集之魂寵的話會在公會洞窟裡面 如果鑰匙不夠的話也可以用購買禮包的方式 那禮包的話是美金快要12塊錢 那一共會有3隻集之魂寵體力要水一個 以及3種羊駝各一隻 然後再來是每個版本都會有的4種冒險者禮包 那我之前有講過我自己個人是比較推薦買第一個 比較便宜的 美金是快要1塊錢 但是會有10隻煉技小怪 以及每個召喚師可以購買5次 我自己是比較推薦這一個 那除此之外也有第二個傭兵禮包 那這個的話魔法石有6例 那每位召喚師限購3次 但是如果你看煉技小怪的話 是不是剛剛我說的那個禮包 我認為是更划算一點點 只是那個數量有限 再來第三個機械人禮包 跟第四個精銳禮包 都可以供玩家們依照自己的需求購買 再來要介紹下禮拜的關卡活動 第一個在下禮拜一的時候會有 全新雙周極地部隊系列 那這個的話好像真的是暗屬性的機械主器了 是不是對於他的屬性非常的訝異啊 同時也會有復刻的雙周 那分別是奇幻馬戲團跟玩童生態特輯系列的 然後在禮拜二的時候會有復刻的地獄集 打的是這張炎樸 而禮拜五的時候也是復刻的地獄集 打的是哥白尼 再來是禮拜三的時候 會有一個跟合作有關的全新討伐戰 而個人次數完成達到15次以上 會獲得新的素材集之魂寵 是埃克斯的異轉材料 然後同時在禮拜三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燃燒戰鬥之魂 就是一個刷靈魂石的福利關卡 那再來這邊要介紹日常的部分 首先下禮拜禮拜一到禮拜日 每天登陸都會有一顆木馬石 一共可以獲得七顆 然後致死聖的全員 在下禮拜日禮拜天登陸的話 還會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然後還有戰役滿滿 在下禮拜會有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是禮拜三禮拜四 第二個時段是禮拜五禮拜六 這兩個時段 首次使用魔法是回復佔領 都可以額外獲得一個佔領回復劑 那兩個時段一共可以回復兩個 最後一個就是行商要賽 有新品要上市了 那同時會有新版本的練技小怪 然後也會有全新的三星龍客 那桃花戰的以王翼王 因為我這邊還看不到官方統一 可能要等維修過後才會一起更新 所以我也還不知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掰掰